大家好,我是姚姚,这是我为YYBREAK拍摄的一个不是乐高图书介绍,就是每天搭一个创意桶的一个东西,反正搭好了以后呢,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搭的是创意桶,也负责一本说明书,这本说明书呢挺好的,有从非常简单到非常高,非常难,有就是非常难的这种拼切, 他说的是挺切,但是反正没关系啊,他会教你这些东西,还有的东西是要到官网去查看的,然后呢,今天我要给大家搭一个魔杖,还有一个就是帽子,就是魔法师的帽子,现在是这个样子的,让我搭上它,这个帽子非常的简单, 就是一个这样的零件,再加上一个圆圆的小点,你可以是透明零件,自己家里透明零件不够多,或者没有这种零件的话,就直接用普通的。 然后我们来搭魔法杖,因为是创意盒嘛,你们自己家里可能没有买创意盒,所以呢,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搭,首先我们来搭上面这个东西,一个圆圆的点,加上一个有点粗的有点圆的东西,再加上一乘一的透明零件, 变成这个样子,再加上一个这样的零件,再加上一个一乘一的,这样很简单吧,按我看,就是很简单了。 加上一个魔杖,接下来魔杖底部的东西也很简单了,一个圆圆的加上一个圆圆的,但是有点高。 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个魔杖,那么为什么我不弄魔法师呢? 他隐身去了,然后所以说呢,所以说,这个创意盒里面呢,是没有小人的,没有小人的话呢,也就意味着,你不能搭小人,不能搭小人用的东西,但是我还是搭了,那么,那么只能说他隐身去了。 嗯,那么你也不要说我哈利波特看太多,我就只是好玩,就搭了一个这个东西,因为我一开始想搭路灯的,结果呢,搭了这么多东西,搭着搭着搭着就变成一个法杖了,后来我想了呢,如果是法杖的话,为什么我不给他搭一个魔法帽子,现在搭成了这个样子,好怪的。 那么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,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特效,你会发现这是我的水晶宫,水晶宫上面呢,已经有一个,已经有一个点掉了。 嗯,我也不知道它掉哪去了,我们偷偷的用魔法帽换一换,不要告诉我吧,然后呢,再用这个,嗯,然后我们把这个零件拆掉。 哎呀,哎呀,哎呀,出不来了。 好了,关掉灯,再把这个灯关掉。现在,让你看一看。 嗯,这种效果应该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的。 这是一个,那个,这是一个手电筒嘛,你照进去。 里面就很亮,会感觉很漂亮。 嗯,自己回家可以做做看。 嗯,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 嗯,谢谢大家。